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那么下面我先念今天的《药师经》的传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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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由他擁有用力的迷你 不由他能向南河斯多次 不过也能让他回头 得了一个酷了 怎么这个手上的女生 很好的欄 就有什么似乎 所以能不能让他自然而成有 不过就知道了 他在我们四次呢 把人家教成负费 人家教成费 上是他 然后我们来看看 他们到处 他们都在决定 都没有拿性 我们要在家 回家 在家教成费 从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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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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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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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放在那裡 今天来的这些等会儿 你们可以看一下啊 你们自己对自己加持一下 嗯 我的这个净函是有特殊的加持 我自己认为是这样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今天我带的两个皮蛋 一个是比较厚的 一个是比较薄的 哈哈 啊 嗯 对啊 不知道怎么好啊 哎呀 下面我们要开始讲那个药丝经啊 嗯 药丝经的时候呢 应该现在该用爆的皮蛋了 嘿嘿嘿 好像有事啊 好像有事啊 嗯 嗯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药丝欺负的功德啊 嗯 那么就是主要是 这个佛陀和文殊菩萨之间的对话 也是讲了这个药丝欺负的功德 然后后面呢就是讲了这个 主要是药丝六月光如来 就是他的特别的发愿和这部经的功德 那么今天开始呢 就是下面有几种 一个是佛陀跟阿难之间的对话 然后中间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九陀菩萨 就是他呢就是然后出来发愿 然后呢就是阿难尊者跟这个九陀之间呢 九陀菩萨之间呢就是也有一些结义 就是结出这个怀疑 然后最后呢就是出现这个 十二道遥叉大将他们出来在佛陀面前发誓以后呢 就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就承诺自己是变成护法身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可能是对这个 所谓的护法身不是很了解 但是呢有些是在佛陀面前承诺 他们以后要护持佛法的 有些是在比如说 两化身大师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德面前 承诺护法也有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今天紧接着讲 在这个时候世尊告诉阿难尊者说到 他说我这样的诚言呢上面欺负如来的名号和他的功德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非常甚深的诸佛菩萨的一个境界 一般人很难以了知 就是希望阿难尊者不要产生疑惑怀疑 藏文当中这个怀疑有三个层次的内容 比如说疑惑怀疑有三个不同的 意思你不要产生怀疑不要产生疑惑不要产生疑忧 他这样用三个方面的 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对佛陀这么说的呢 我们也可能有些人 昨天讲了佛菩萨的这些功德的时候 有些人是完全相信 有些人作为凡夫人 前世的各种各样的业障 这样的原因偶尔可能产生一些怀疑 有些人完全觉得这是一种说梦话 不太现实 有些的话完全是相信 相信有三种人全信的 半信的 不信的 不但不信有第四种人作礼 非常反感甚至排斥和诽谤的 有这么四种人 佛陀告诉阿难尊者你们不要不信 这是佛陀的甚深意义 不要产生怀疑 阿难尊者对佛陀回答说是世尊 我是对如来所说的 其境经典的这些甚深意义 从来都是半点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怀疑 不会产生疑惑 因为阿难尊者不知道当时他得到没有阿罗汉 他前面是没有得到阿罗汉 经常也是参加一些大的法会 后来好像也没有得到吧 佛陀圆寂我们原来也讲过 那么他说我不会产生怀疑 为什么呢 是一切如来的身体和语言心的业 不会有任何的虚妄 阿难尊者是他很有智慧的 很有智慧的 所以他说是如来的 不管是身体所做的一切 没有什么假装 或者说他做的一些错误的事情 那么语言说的话 也是不会有任何错误 心里想的也不会有的 我们凡夫人可能身可以都表里不一 有些说错了做错了 有些是可能说错了做错了想错了什么都有的 但是阿难尊者很明确的很肯定的说是不会有这样的 他说世尊世间当中的日论和月论 假设他可能会堕落 掉在地上 他只是一种假设句 然后妙高的虚弥山王也有可能会倾倒 有这种情况 但是诸佛所说的这个语言无有的欺货 无有不同的 差错的 不会有的 这是阿难尊者 他对佛语的真实的一种评价也好 他觉得如来佛陀完全的真实语者 我们《金刚经》吧 好像是 如来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旷语者 不义语者 佛陀完全是他所说的 不会有差错的 不会有欺框的 这一点可能有些 现在有个别人 成长在不同环境的有些人也许有点不行的 但是我想通过很长时间的这种闻思 尤其是我们有机会 看看佛教里面的一些真正的教义 然后了解佛陀所讲到的这些慈悲和智慧的教义 然后同时也了解大乘佛教里面的这些 离他的思想 这样知道之后我们可能会真正对如来的 这种甚深意义产生极大的信心吧 那么这一点我以前也是包括在佛教科学里面 引用了很多现在的一些的哲学家 科学家 他们对如来的一些发现也好 自己的观点也不分的 当然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科学技讲也好 他们实际上对如来的 真正的了解并不是很多的 这是片面的 个别经典和论典的研究 最后他就发现二义的 所以真正如来的教法了解 恐怕整个大藏经 汉传的 藏传的 南传的 那么这三大传承的教义 如果我们真正了解 或者是通达无碍的时候 才会应该知道的 那么这些我们也现在可能整个世间 这个气氛的话也算是好一点 很多包括世间的一些高层的领导也好 科学技讲也好 他们都纷纷地表示对佛教的赞叹和佛陀的 这种伟大的思想也是认可 前两天我看到美国总统阿巴马 他也是对佛教的威赛基也做了一个祝贺 我刚开始不太相信 因为网上有各种资料都有一些成分 但后来也确实了解 他在美国也是说过这句话 而且也是有现成的文字 他说的大概的意思说是 佛教的威赛基实际上是数亿的佛教徒 对他们纪念佛陀的降生 觉悟 还有最后涅槃的殊胜日子 纪念这样的日子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的寺院和佛教徒利用 参加这样的活动来进行礼拜 然后展现佛陀非常崇高的智慧和勇敢 还有慈悲等美德 然后参加这样的活动以后 他可以摆持或者是受持佛教的伟大的光荣的传统 并且他可以对全球的多样文化和多样宗教 带来或者做出不可思议做出的贡献 那么这样的文化或者说这样的宗教 可以塑造我们全球的共同的人性 他大概的意思也是我记得这样讲的 所以他这里面既要认可了佛陀 虽然离开了2500多年了 但是他的慈悲和勇敢智慧的话 我们今天21世纪的人们还值得学习和修行的 然后这种佛教的文化思想 对全球来讲应该是有贡献的 而且他说出来的这样的传统和文化 其实我们塑造人类的人性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有各种文化和各种宗教和各种不同 但这些实际上对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 有些可能是我们现在觉得是特别特别好 这个科学非常好的 但是到后来的时候也许可能我们身体也不健康 心灵也不健康 环境也污染了 好像我们人类自作自受 最后自作作见自负非常危险 因此有时候我们也有必要看看 佛陀真正的真实语者 这是像《法成论》是在《英明食量论》当中 用真理和推理的方式来成真 佛陀说的语言千丈万确的 有这种方法 当然我们这个是一个佛教的专业研究的方法 也许可能很多人来讲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你觉得佛陀所说的语言 也许可能有一些差处或者是这样的话 那么用很多方面来去研究 这就是我想我们很有必要的 所以他这里也是讲了 就是说佛陀所说的这些语言不会有妄语的 好像《慧海清闻经》吧 《慧海清闻经》里面也是说过 就是说这个山王可垂入灰尘 为佛世尊无望远 就是说我们世间当中的这种山王 很有可能像变成卫尘一样的 最后就无有尘埃了 有这种情况了 但佛陀所说的这个语言不会有欺惑之处 所以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来了解佛陀的甚深意义 当时阿难告诉世尊说 即使日月掉落的话 不会佛陀有这个妄语的 然后他说世尊 但是我们众生他的行根 慧根 这些都不具足的原因 听到了佛陀甚深的这些境界的时候 很多人去思维 为什么这欺负的名号如此如此的功德和利益是大 所以对这个问题不但不去信仰 而且甚至去进行毁谤 因为这个毁谤的原因 在轮回生死产业当中 失去了人天快乐的利益 最终在地狱饿鬼旁生当中感受无量的痛苦 所以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虽然佛陀说的是这样的 是正确的 但是有些智慧不具足 有些信心不具足的 这样的人很有可能最后他无法接受 就像世间当中以前老子也是说过吧 他说是大道的话 上等人通过清清而修学 他接受以后很欢喜地去接受 这样的大道就是中等人 中等人的话他就半信半疑 然后下等人 下等人他会大小 不小不足道义 他说如果这些下等人他不会计较 不会拍子的话说明不算大道 世间的一些道道的话 老子他认为说上等人他很容易接受的 中等人可能有点信 不是完全信的 但是下等人的话 他啊哈不可能的迷信 完全是这样 他会笑的 他会笑的 如果不笑的话 说明不是执着大道 所以说这是一种很有讽刺的语言吧 下等人他不笑的话 不会 好像孔子也说过 中人以上可以与上义 中人以下不可以与上义 就是说中等以上的人 对一般大的道理 对一般大的道理 就是中人以上 中人以上可以与上义 就是他上等的语言和上等的道 就是中人以上的话可以说的 中人以下不可以上义 就是不能说大道 意思是我们人分一个上等中等下等吧 那么中等以上的人 你就可以给他讲上等的这些道 上等的可以的 中等以下的人你不能给他讲上道 你应该给他讲比较让他随顺的 就这样的道理这样才是对的 所以说他这里也讲到 就是说是一般这个很难通达 不行佛告诉阿难 那么这些尤其如果听到佛的名号 刚才那个不信仰的 这些他们听到以后会 耳闻以后会堕落者 是这样的 本来不管是什么众生 如果上面所讲到的 欺负如来的名号 听到之后堕入恶趣无有是处的 唯有的有一些定业不可转的 这些可以得到的 然后佛陀告诉阿难 那么这个是诸佛甚深的境界 难以信解 如果你能信受 当着这就是如来的威力 佛陀告诉你 因为刚才阿难说我是完全信没有任何怀疑 这就是如来的加持力 我们有些人也是可能生都是邪见很少的 好像佛对上师说的语言 对三宝的信仰很容易接受 这也是佛的加持 就像《入行论》里面讲的一样的 虽然众生的善根像善点一般很微弱的 但是有时候有些前世可能信佛 前世做了很多好事的话 即生当中这些正面的道理很容易信得 那么阿难也是 你为什么一点不起怀疑 其他包括天人也是起怀疑的原因 你是这个诸佛得到了诸佛的加持 佛陀说阿难一切声闻都觉都不能知道的 除了不出菩萨 一生最后有则的像弥勒菩萨那样的 这些以外的话一般是没办法的 我刚才也讲了 我们世间当中有时候产生怀疑是正常的 但是你不能把怀疑一直留着 就像一个小肿瘤在身上 你应该想办法 到底这是良心还是恶心的 良心的话也许可能好一点的 恶心的话马上要想办法 依靠一些善知识的医生进行切断 不然的话慢慢慢慢 最后你可能整个生生死死的毁灭会断掉的 因此我们产生怀疑是正常的 尤其是像佛经里面的道理 密法当中的有些甚深道理 因为我们可能对这些不了解的 不仅仅是我们对佛教这样的 其实我们对其他的 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比较深的领域的话 我们也可能不行的 包括填文学的 包括我们世间的量子物理学的 包括一些经济学的 特别复杂的一些信息和数据的话 我们更开始根本不行 不愿意听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每个人因为你的根基 你的信心 你的爱好这方面没有的话 你就干脆不行 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这不一定是合理的 如意不可信也 佛经里面也讲了 你自己的意识没有什么可信赖的 如意不可信赖 你的这种信不是什么可信赖的 你自己对自己都可能没有信心 我今天特别爱这个人 明天不一定 我今天特别喜欢这个爱派 但明天不一定 我今天特别对佛有信心 明天好像我就马上产生邪见了 世间当中我们从小到现在 我自己的意识都是欺骗过我多少次 就是从年轻 从幼年 一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在生活当中 我自己我今天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 但明天好像不知道莫名其妙 我不想吃这个 每个人的这种心 意识 都有非常快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有各种复杂的因缘 因此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去观察 佛陀告诉阿难尊者 人生非常非常的难得 尤其是在难得的人生当中 遇到三宝 对三宝产生极大的信心更是难得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听到欺负如来的名号 这是难上加难 我们在座的人难得的人生也得到了 然后难得的三宝面前也已经皈依过了 难得的欺负如来的名号也已经得到了 这一点应该是值得欢喜吧 有些人我找到工作非常欢喜 我现在世间当中的部分的一些裁员 部分的一些感情得到的时候非常欢喜 但是你这些每一个欢喜的背后 也许还有一个痛苦的因慢慢慢慢地等着你 一旦一欢喜的过一段时间 原来这个欢喜其实也是不一定是很长久的 世间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你看我刚才喜欢抱的皮疙瘩 我现在不喜欢它了 我就用厚一点的皮疙瘩 没办法 下面讲到佛陀告诉阿难说是如来无量的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如来无量的菩萨心 有无量的善巧方便 有无量的大愿 其实每个如来都有这样的 不管是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姚思佛 他们每一个佛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心 利他的行为 而且利他的善巧方便也是无量无边的 靠文字 靠各种方式 而且他每个众生为什么这样能利益无量的众生呢 他曾经也是发过不同的愿 有些是我以文字的方式来 有些我以桥量的方式 有些我以宗族 甚至我们现在什么电脑啊 有各种我们人们需要喜欢的 不断出现的这些产品来发愿利益众生的 所以他们的发愿也是无量无边的 这样的这种善巧方便 佛陀说我在一个节当中 或者超越一个节当中说的话 也是说不完的 这是跟佛陀 前面是佛陀跟文殊菩萨之间的对话 现在这个功德呢 佛陀跟阿难之间的对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整个众会当中呢 就是有一个大菩萨 魔后菩萨 就是大菩萨 大菩萨是一般是一地或者是八地以上的呢 那么这个菩萨的名字叫做是秋陀菩萨 他呢就是从左左起啊 然后这个偏当右见 就是右起左地 然后合掌呢 就是像佛啊 就让跟这个大众呢 就是这样说道 他说 世尊啊 就是未来这个末法时代 尤其是形象期的这些众生呢 就有各种的这个疾病就是所苦恼 有些呢就是身体啊就是特别的这个瘦弱 就是不能饮食啊 就是身体就特别特别瘦 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瘦啊 就是就尤其是这个女性啊 就是很多都是过无不适 就是现在尤其是这几年以来呢 就是就很多都过无不适 然后这个男性当中呢也有很多 那有些呢就是这样苦恼也没有必要 就是就就像那个非洲的话呢 就是女性就是一定要胖 就是胖的话呢 很多这个国王的这个王妃的话呢 就是有特别特别胖 就是特别特别胖的话呢 他们可能也是一些饮食的原因吧 就是说实实 哇就是它是很有福报的 就是所以这个非洲好几个国家的话呢 就是看到就是特别以胖为美 就是就像唐代一样的 就是然后这样就 我们有些人呢特别苦恼的话呢 其实人的这个基因啊 人的这种身体呢有很多这个因缘就是 就是所以也特别苦恼就是 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上面就是割一些肉就是 就是变成瘦瘦的话呢也没有必要吧 有些呢就是也特别瘦就是很想胖起来就是 就是所以人的这种身体啊就是 也可能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因缘就是 所以自己是怎么样都是还是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就是 瘦也可以啊我我数很好很好的就是就是 我判我很好很好的就是我我什么样的这个身体的话呢 自己对自己应该不然天天就是担心就吃这个吃那个 然后不过也可以就是很多人的话呢就是 本来是不能修那个五十万加行磕大土 但是很多人为了减肥而先磕磕大土 这也是一种善巧方便 他这里说的就是说是很多人啊因为疾病啊 这样的原因就是身体也特别瘦弱 然后不能吃太瘦了的话可能是口感舌草啊 连喉咙都是河水啊这些都困难的 然后整个目光黯淡了就看都看不清楚 思想就已经出现了 那么当一个人就是思想出现的时候呢 他的父母啊亲手啊朋友啊以及认识的这些人呢 就是围绕着自己的周边 然后呢就是开始苦地就像《入行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那么自己呢也就活在最后的这个床塔上 然后就见到了这个阎罗法王 就是这个中阎阎罗法王呢 他派的一些牛途马面就是各种这个 这种阎罗阎罗来到你的面前 就是让你的这个意识 你的这种灵魂呢就是牵引到中阎阶 然后到了这个中阎法王 也就是阎罗法王那里的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自己也同时 就是所有的有情具足的一个叫做屈性 屈性屈性屈性呢 你看我们这里这个《药丝经》当中也讲了 然后《华严经》里面也讲过屈性性 民间也有这种说法 人一般生下来的时候呢 就是讲上有两个天生 就是一个呢就是记账 就是你一辈子做的善事 一个呢就是记账 就是你一辈子做的恶事 有些呢就是这是难作女友 就是也有这种说法 但藏地的一些民间的话呢 就是难有女座也有这种说法 不管怎么样就是 就是凡事的确是我们这个身上呢 就是有这样的这种天生 而有些那个大德呢 就是他在解释的时候呢 其实这是这个阿难耶 就是阿难耶呢 就是在我们众生面前现实的 因为阿难耶是呢 就是不管到哪里去都是一直跟着你的 那么阿难耶上面就是 有各种不同善和恶的这个习气呢 到那里的时候 众生自己的业感现象呢 在中阎法王面前将把自己的善和恶呢 呈现出来就像我们做梦一样的 梦中有各种习气的时候呢 梦间又变成了种种现象一样的 这两方面都可以做解释的 因此这个举行神呢也是随着 跟着你到了中阎法王那里 你在一辈子当中所作的这些呢 全部记录得清清楚楚 然后一一地交代给阎罗王 然后阎罗王根据你的情况呢 可能有些地方是问的 你在人间的时候有些账目不清楚啊 你是怎么贪污的呢 杀人的吗 你是敢怎么做的就一一的 然后最后呢 你根据你的罪和负的不同的情终呢 如果你觉得非常严重的话呢 让你判决到地狱里面受苦 如果做的善事比较多的话呢 在天界啊 往生啊 这是很多众生是试经过的 我们可能不能认为这是一个民间的说法 实际上也不是的 众生的业力是不可思议的 有些是死了以后马上堕入地狱 马上堕入地狱 好像这个中阴间都是看不见了 有些有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过程 在藏传佛教当中 汉传佛教里面 这些整个 包括我们有些去过中阴的 有些成就者啊 有一些人啊 他也有很多中阴的记录吧 所以这样的 那么这个呢 这个时候呢 是病人亲说啊 如果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呢 这个过程比较长的 这个是按照姚思经的观点的话呢 那么这个人呢 虽然到了中阴凡王面前 但是呢 如果我们家人好好地念经呢 很有可能他还要回来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病人的家属呢 如果是他皈依佛陀欺负 然后以种种的供品 如法地去供养 那么这样的话呢 很有可能他的这个生死呢 在七日当中 在两个七日当中 乃至七个七日当中啊 就像梦中苏醒的一般 他就回到他自己的身体啊 就回到他自己 当然我们可能大多数的人来讲呢 人过了一两天以后的话呢 尸体也会处理的 但是他可能外戚都已经断了 就像植物人一样的 就自己在中间想到中阴阶啊 或者是感受种种的 然后他完全也没有完全死掉 死掉可能稍微有一点外戚 外戚断了或者内戚 或者是内戚还没有断的时候呢 他就有意识地 像做梦一样地到中阴阶 后来通过《药诗经》的念诵就回来的 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或者在那个时候已经死了以后 整个七七四十九天当中 药诗的这种经典对他祈祷的作用 也这样讲 这两个方面都可以理解 那么如果他没有死而回来的话 他自己会能知道善和不善的 整个中阴阶的这些国报情况 然后以这个做见证 从此之后他知道是因果不虚的 然后遇到生命危险也是不造恶业的 因为不见后事无我不造的 一见后事的时候 我们人都会非常的怕 根本《涅槃经》的有些讲义里面也是讲过 就像我们人看到这个火的话 他不敢会跑到火坑里面去 如果这个火坑上面是用灰来盖着的话 人就不知道 不小心踩在那上面 最后堕入火坑里面 所以我们很多凡夫人 不知道后事是那么可怕 如果真的知道后事特别可怕的话 我们都不敢做坏事 不敢做坏事 所以他因为知道这个中阴的情况之后 再也不敢做 因此有善男善女应该收持供养 供养欺负 然后随力地去恭敬供养的话 功德非常大 他只是讲的这个过程是一个病人 然后通过四十九天内通过《涅槃经》找回来的 当然我们现在也是可能四十九天都是没有 但是实际上是死了好多天以后回来的 在全世界各大新闻里面有些病死的状况也有 有些好像去年 前年都有 有些医院里面已经死亡了 孩子都已经死亡了 最后送到火葬场 结果正在准备烧的时候 孩子就开始睁开眼睛 活过来了 大家刚开始特别害怕 后来确实已经收醒了 医院里面都已经开了死亡证明好几天了 这样的现象现在有些人三四天当中 已经放在冬病的病下里面 最后准备在火坑里面烧的时候就恢复过来 现在世界上是很多很多奇怪的现象也会出现 所以说人的死亡有时候也有各种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说人即使你已经死了 通过《涅槃经》的加持可以还回来 这样一说的时候 九朵菩萨这样说了以后 阿难尊者拘束阿难 拘束是一般长老 长寿这个意思 那么拘束阿难尊者在戒律里面拘束比较多的 拘束某某 长老 他是一个称呼 他说大德如果有病 不是 他问九朵菩萨 他说善难者如果供养的 这种欺负的方法是什么样 刚才不是说通过四十九天当中供奉的话 他灵魂可以召回来 或者是人死了的话对他的灵魂有帮助的 那么怎么样供养呢 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呢 就问了九朵菩萨 那么九朵菩萨告诉阿难尊者 如果有病人或者其他的灾难 从这个灾难当中想获得解脱的话 为这些人应该做七日七夜当中受八观灾戒 然后通过饮食 其他的资具 该应有的这些应该供养三宝 供养佛 供养僧众 一般来讲做什么 比如说对病人念经 对死亡的人超度的话 对出家人供生很重要 如果没有出家僧团的话 对整个居士的团体供债 这个很重要 我们有些人死了 人病了以后 跟这些居士们 跟他们供个债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有些联副小组 很多联副团体的话 全是免费 但全是免费的话 一方面是很好听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全是免费的话 有时候是不一定去参加 很多人全是免费的话 还要车费 还要这些都要自己出的话 也有一定的困难 有一定的经济势力 比如说我家的人死了 那么我有这种势力的话 我请出家人也可以 如果我请出家人的钱 出家人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话 我请一些居士 跟这些居士供个债 跟每个人念佛 他们念经的话 每个人供养一百块钱 五十块钱 二十块钱的话 我觉得有些人 我在家人不能接受 其实也没有什么 我们居士其实也是三宝的四种弟子之一 再加上别人给的 别人给我们去扫地 半天扫地的话 也要给你 给个一百块钱是值得的 所以说我们念佛的话 我们念了诸佛菩萨的这种用名号 我们也很辛苦 一直坐车到那里去 但是这个稍微有一点 完全是免费的话 要长期的这个要坚持下去的话 很多人很难支持 很难支撑的 如果稍微自己也是有一些的话 这是对别人来讲也是一个方便 我的建议并不是把它当作 一个赚钱的这种途径工具 不应该这样的 但是在没有轻作的这种状况下 自然地别人供养的话 也没有必要特别地去 我们很多出家人刚开始出家的时候 我不接受 不接受供养 那个一块钱拿过去 拿过去 特别怕钱 但是后来就慢慢慢慢也不怕钱了 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 特别相信因果 相信得特别特别细致 但后来好像也不是 所以有时候稍微跟大家做事的意义方面 去观察可能好一点吧 所以他这里也可以供圣 也可以供信心修行里面 我们居士也算是小僧人 也有这种说法吧 你们记得 昼夜六十当中恭敬拜祈福 如果昼夜六十郎当然是很好的 如果不能也是一天念一遍瑶士经 然后你去供养 供佛这样 然后诵这个经典 而且诵这个经典四十九遍 因为这个是一般我们活人 现在可能在藏地没有这个传统 对活人念一遍瑶士经就这样有的 但是对活者的人念四十九天给他念经 就这样没有的 一般是四十九天的话 对亡人是这样的 对亡人现在也有 我们藏地有些地方念《问解脱经》 《问解脱西藏度黄经》 有些地方好像找不到这样密法的上师 灌顶者 那么大家一起 我以前去在丹巴那边的一个寺院 他们寺院里面凡是认死了以后 四十九天当中每天都是念瑶士经 每天四十九天当中每天都念 而且如果请不到人的话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念如果请得到的话 每天都是请七八个人十几个人 那如果经济条件各方面比较好一点的话 几百个人就这样都可以 所以我们以后居士团体当中 不可能请那么多 但是有些人死了 自己家里人死了朋友死了 如果他们愿意接受 我想请一些居士 每天都是给他念《钥匙经》《金刚经》 念一遍太多了 可能现在人特别忙 有点困难 但是你请居士然后念 念完了以后对他们要做一点供养也可以 我今天请了二十位居士 然后念完经以后 根据自己家庭的状况 每个人供养十块钱 每个人供养多一点也是可以的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限制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是如法的 那么这样的四十九天当中 每天都是念四十九遍 供灯也四十九盏 意思就是说他供四十九盏的灯 其实一般人死了以后 四十九天当中这个灯不一定是四十九 但是至少一个灯到七个灯 就一直不能间断的 最好不间断 那么造如来的这种相 每一个相各自都有七盏灯 而且每一盏灯就像圆入车轮一样的 就是车轮那样的话 藏地一般有 像大昭寺这些寺院 像特别大的一些油骨 比车轮还大的 也有这样的 但是这个没有一定的经济势力的话 车轮那样的四十九盏灯 肯定有一定的困难 一般的小灯都可以的 车轮的话我们下海玩具的车轮也很小 所以这也是车轮 所以四十九盏灯 那么四十九天当中这样做 光明不间断 我今天这里要想说的 我们可能活着的 跟他不一定四十九天 跟他念个这种经 然后供灯这样都可以的 但一般来讲我们藏地是有个病人的话 跟他灯一千灯 一百 这样的 对某某病人的话 给他念一百瓶钥匙金 然后做一百盏灯 也有这样的 对私人的话 四十九天当中最好不要间断灯 这个灯哪怕是一盏灯 或者是七盏灯 比如说这个人死了以后 从那天开始 四十九天当中 因为它是最关键的 最黑暗的 四十九天是上上下下的 很关键的一个时刻 所以这个灯一定要在四十九天当中不要斩断 前面翻个什么 要是欺负的像 或者是阿弥陀佛的像 然后在这个灯不要斩断 不要间断 那么这样还有造各种颜色的这种饭 四十九寿 四十九个 寿可能是两字吧 其中有一个是非常长的 大概有四十九尺的 还要放生四十九个不同的生命 很多结识有不同的 只是四十九种 但四十九五种的话有时候困难吧 四十九个生命或者是 这个都不一定是完全是生命多少多少 藏文当中放生这个词没有 刚才说的它这里一个是灯 一个是饭 它这里饭 一般我们汉地和别的地方 上面没有什么景气的 像现在有些寺院开什么举行一些活动的时候 用无颜六色的各种饭 像景气一样的 这样的叫饭 但是实际上这种饭应该是我们所谓的景气 现在藏地人死了以后 马上要饭一些观音信咒 百字明 这样的景气 当然有各种颜色都可以 大多数是白色的 其实人死了以后对这个景气很重要的 我们藏地基本上是四十九天的念经功等 还有给他饭景气 所有的亲朋好友 我今天要处理他尸体的那一天 他们要擦景气 然后要多饮一点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如法的 我觉得你们有时候可能不懂的时候 到处都是景凡 什么意思啊 其实这个景凡对亡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景凡的处处一个是花眼镜回向 第十回向当中也有说是书写正法 或者说是经咒写在这个饭上面 这样就功德很大 一个是花眼镜里面有 有些人觉得藏地到处都有这样的 这个到底真的有没有什么真正的利益啊 有这方面想 还有我看到佛说灌顶记 佛说灌顶记里面讲 我们众生命中的时候 他会遇到各种的痛苦 包括遇到霸难 那么这个时候说是 反等供的必得解脱 这句话在佛说灌顶记里面讲的 反等供的必得解脱 意思就是说他遇到霸难 遇到霸难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霸无侠 他要转生到霸无侠的 那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当中 我们如果有饭和有灯 饭是指的是金饭 灯呢 我刚才讲的灯 我们给他做金饭 做灯 这样的话他必得解脱 不会堕入什么地狱 饿鬼 旁生 长寿天 这些霸无侠当中 他一定会转生到人生 甚至获得解脱 所以以后可能我们汉地 人死了以后马上要做一个 金器的话现在高楼大厂里面 哪里都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至少也是象征性的 包括有一些做一些金器 挂在一些藏地 藏地也是现在为了环保 也是这个金器 有时候也不能采木杆 也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比较干净的地方 挂一些观音信咒的金器 或者我们自己的圆子或者窗帘 在那些方面挂一点金器 对亡人是非常有利的 一个是灯 一个是金饭 这个是对亡人 我刚才讲了 一个是《佛说灌顶经》 一个是《华严经》里面讲了 那么这里也是说了 除这样 而且还要放生 那么这样如是远离了一切的恶难 而且不会对这些恒死的恶鬼 这些来支持 不会这些来支持 那么刚才九陀菩萨告诉大德阿难 是为了供养如来的 也就是说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如来的供养方法 也就是对其恶 如果有对这样的如来进行供养 或者其中的一个佛 要是琉璃光如来 那么他们的名称 我们去念诵 我们去信仰 这样也得了如此无量的功德和满足心愿 更何况所有的如来或者所有无量的佛面前 进行供养和皈依的话 那它的功德更不用说了 因此我们对活人也好 对死人也好 通过妖死法门来进行这样的供养和功德很重要 以后希望很多人有些亲朋好友死了以后 我们以前做过一个专门 诸念仪轨 这个诸念仪轨应该说是诸佛菩萨的加持吧 听说这个加持也非常大 这不仅仅是对私人 我当时做的时候也是对我们活人的一个平安的方法 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以后如果有时间在四十几天当中 如果实在是亲不到别人的话 比如说我的亲人死了 我自己每天都是去念钥匙经 供一盏灯 我对最爱的人 最好的人 我们身边肯定每个人都会离开很多可爱的这些人 当他离开的时候 你哭了也没有用的 老了也没有用的 我们有些地方的话 包括我在的有些我们藏地的话 一个人死了以后大声地哭 我那天问真的我们这么痛苦吗 他们说这是一个传统 就一定要大声地哭 所以一个小村子里面一个人死了 所有的人都是心里有点啊 谁死了啊 开始拔头发 哭啊 辗转 有些都是好严育 不是那么地伤心 但是他一直啊啊啊啊 好几个人一直附着他 有时候是装着一些昏居 其实这些都不应该 人死了以后无常嘛 我念一个观音信主 默默地 一般来讲最好是在尸体面前不要哭 不然哭了以后他也害怕了 他一般忠一生的那种心事特别特别的敏锐 他就马上觉得发生什么样 然后我们如果跟他陪伴念经 这样的话对他也是有一种作用 即使哭的话 你默默地一直流着眼泪就可以了 下面讲到了 九多菩萨讲阿难尊者 大德阿难 如果查地利光顶王 查地利是一般国王中心的 然后国王中心得到王位的时候 通过有一个国王的灌顶 那么查地利国王中心的灌顶王 国王也好 或者国家产生一些灾难的时候 所谓的人或者其他众生 如果发生灾难 击毙 传染病 而且其他国家进行对他侵略 然后自己的国家当中自禁判离 自己的国家里面也是发生内乱 还有心虚变怪 意思是心虚 也就是说我们信心 有时候在天上出现很多的血性 有不吉祥的一些信心 包括我们有些人说 我今年是本命念会不会出现一些 很多人很害怕 我是不是本命念一天 原来有一次 赤诚罗主跟我说 我们的通水很多人都是本命念 就是说是就各种年纪 你是这么 我说是我 没有什么 应该本命念就本命念吧 也没有什么事了 他说我也是如是 好像除了我们以外 很多通水的人今天很慌张 今天我是本命念 我们一般修行人也不管什么 本命念也无所谓 什么时候人出现无常也没有什么 但是确实有时候也有可能 这个时候出现一些违缘 又是有 如果你去执着的话 还有一些日识月识特别多的话 这也是古人的说法当中也有 一年当中日识月识越来越多的话 这也是一种不吉祥的相照 还要非识欲 不应该下语的时候下语 该下语的时候不下语 如果是过失的也不难语 然后非识风语 然后过失不语 时间应该该下语等等不会下 这样的话查地利国王中心在这个时候为一切有情发慈悲心 这个时候国王不应该更加暴露 就开始做坏事 不应该这样的 国王应该发大乘的悲心 还有放大恩赎 应该是大赎天下 国王应该把国家的很多的犯人要赦灭犯人 这样的话可能对国家非常好的 以前中国也有 我看到一些历史当中的话 好像秦国的时候应该不是那么 但后来汉朝开始慢慢慢慢有赦灭犯人的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唐朝和宋朝 唐朝和宋朝当时最高的犯判刑三年左右 每十八个月的时候 国王太子要上王位了 将生什么王子或者国家有什么大的灾难 各种情况的时候 每十八个月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 但后来到了宋朝 元朝 明朝 元明清吧 元朝的时候基本上三年当中有这样的赦灭犯人 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 据说五六年当中也有 到清朝的时候大概是十四年左右 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些是奸行 不是完全全部都释放 所有的监狱都全部放了 不是这样的 表面上看来这是有点不科学的 可能所有的犯人都全部放了也许不理 但是有时候确实对犯人 包括或者对他的艰辛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 如果这样做大善事的话 那么可能国家都很好 原来邓老先生也当时做了这些吧 后来确实改革开放以后很多经济 很多势力都是应该跟以前不同的 有些可能我们表面上也许不一定相信 但是也许回顾历史的时候这样的一种转变 也许对整个国家和对民众来讲是有一种新的缘起 当时是这样的 如果他做这样 这些脱离痛苦这些众生 那么以如法的方式来前面那样供养的话 以这个三个礼 还有这些如来的这种发愿礼 那么整个国家会过太明 就是繁荣长生 风调欲损 还有庄稼无故 风等成熟 国内外的这些居国上下的众生 无比安康快乐 没有粗暴的野草 恶龙这些来做扰乱 一切这些不吉祥的一些相撞 全部慢慢会隐没的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大的国家也好 小的一些我们家庭 家庭也是实际上一个小国家 父亲和母亲一个是国家总统 一个是总理 所以母亲叫做是总理 父亲叫做是国家总统 孩子们叫做是国家的百姓 所以这个国家要长生的话要做一些善事 不然天天吵架的话越来越出现灾难 这样不好的 大国小国都这样 对吧 实际上是 母亲和父亲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下面就是说这个 这样的话查地利这个官邸国王 他也是长寿 包括他的整个 他的怎么讲 他的实力 他的身体都非常无病 自在 当时九度菩萨告诉阿难尊子 如果这个帝王王妃还有储君王子大臣再相 宫女当中的还有宫中的财女 百姓 这些为了没有这种痛苦和疾病和灾难 那么应该造欺负如来的相 送这个药丝经造很多的灯和经饭 那么方生真诚的供养 烧化来供养 那么他们也是遣除一些疾病和灾难痛苦 所以我们佛教的精神 并不是像个别的一些宗教 只有部分的人 皇宫里面的人可以修 上等的人可以修 而下面所有的灾民 百姓 这些都不能修 没有这样的 所有的众生都可以的 不仅仅是国王 小众我们一般的仆人也好 财女也好 皇宫里面的人也好 其他的老百姓 只要我们发生了这些不吉祥 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通过药丝经的这种价值力 可以免除这些灾难 那么这个时候 举手阿难尊者问九陀菩萨 你刚才说是已经生命尽了的话 还可以增长 国王也是演练一说等等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合为 意思是怎么样 然后九陀菩萨告读阿难尊者 你不是难道听说过佛陀告诉我们 有一种九种横事 那么世尊为了这九种横事解除吧 讲一些药的这种方法 还有念一些咒语和长寿的这些方法 通过燃灯 做灯 造金帆 做各种各样的善业可以增长我们的寿命 所以我们现在藏地还是这些都是完全在生活当中去实行的 不是什么我们人死了以后就拆两个斤 不是这样的 那个就为了需要长寿 需要比如说孩子降生的时候 或者为家庭每年都是要快乐 健康 富裕 这样做一些善事 而且做善事已经成为长期的一种生活 不是每家每户都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为了不出现这九种横事的话 那么会做这些善根 那么九种横事是什么呢 他下面讲 九托菩萨告诉 第一个有些病人虽然病情比较轻的 不会很严重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吃药 没有看病 即使你遇到医药 但是你没有对症效药的话 那么这个一定会是死的 这是第一个 好像藏文当中只有这一个 下面的这一条文字只有汉文当中 我在讲藏文汉文对比的时候 你们有时候应该要自己知道 知道 将来你跟别人讲 将来你自己学习的时候 哦 原来是这样讲过的 原来这段是这样的 在汉文当中是怎么样的 藏文当中是怎么样的 不然的话 不知道以后有没有算是比较精通赞汉语的 要是佛 要是经的传讲者 不知道世界上能出现多少次 你们也是会听多少次 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是第一次 但是汉文当中也多了这一段 说是还有这个世间当中 信一些妖魔怪怪的这些大事 然后他们网索一些祸福 这样之后就开始产生极大的恐怖 心不自在 然后问一些命运士 大瓜等等 然后他们要求让你杀生做一些祭祀 并且召唤一些亡年 也就是说山上的这些善生 然后通过他们的欺负 让你演练一说 让你长说 但实际上总不能得到 甚至让你产生邪见 最后处于恨死 在地狱当中无有处期 非常可怜的 所以我们也讲了 一般来讲 有一些依靠其他的方式来做这种事情 并不是很智慧的 那么第七个 第二个是吧 第二个就是枉法而恨死的 你违背了国家的法律 或者是得罪了国王 战术 然后判死刑 这样的 这是第二个恨死 第三个恨死呢 天兮兮兮 还有一些喜欢吃喝碗 吃喝飘渡 以及喝酒等等 放逸过渡 最后非人都是讲 你所有的精气都全部洗完了 现在世间人的话 基本上有些人喜欢打猎 有些人喜欢唱歌跳舞 有些人喜欢喝酒 然后还吸渡 做各种 不是很文明的 不应该做的有些事情的话 那最终非人也吸你的这种精气 也很危险的 那么第四个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的话 发生火灾 你看加拿大的火灾还没有戏 所以我们佛教徒也最近应该要好好地念 要是佛的名号 还有莲花城大师的庆祝 我还是很担心 他们蔓延得很厉害 这么多天一直染得特别特别可怕和厉害 如果我们自己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有多么的恐怖 很多人都是 虽然他们好像整个车的离开 这些是非常非常的文明和油条部闻的 好像特别特别有持续的 这样的 这些人一方面我们看出来了 他们的一些整个综合的水平 遇到这样的灾难的时候 人都是非常淡定 这样的 但是另一方面的话 的确众生业力现前的时候 以前是这个圣和这些地区那么富裕 像天堂一般的 然后一瞬间就变成了这样的 所以说发生火灾的时候也祈祷了 还有发生一些水灾 然后在水里面离死的 第六个的话 种种的一些恶数 昨天讲的什么大象 狮子 老虎等等 他们来淡死的 就是这样的 第七个 堕入悬崖 我们坐车的时候不小心山上翻下去了 甚至现在电梯里面 电梯门一打开的时候有些人进去了 然后七八层楼 十几层楼上面 其实梯子在下面 有时候电梯也是很奇怪的 它就自然打开了 自然打开你就觉得说 电梯来了 然后一进去 结果电梯没有来 你们还是要注意 不然这也是恒死 这也是天涯上掉下没有什么 看到很多新闻 你们也肯定看到过吧 我以前看到 还是现在每一次开电梯的时候看看 有没有下面 可能我胆子比较小吧 第八个 有毒药和还有一些烟猪 有一些也是鬼神 还有一些恶猪和气狮 有一些毒药或者一些鬼神 这些来所害而死的 然后第九个 饮食 饥荒 就得不到饮食而死亡的 那么这是简单地宣说了九种恨事 我们《药寺经》里面说了这样的九种恨事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恨事 无量无边的 我们这里说一说不尽的 你看现在尤其是高科技 高技术 高产量 高产质 高危险的 高危机的 这么一个科技时代 那么人类不管是怎么样 今天在贪消丰盛当中非常非常的欢喜 但一瞬间就马上事物中毒啊 空难啊 地震啊 还有海啸啊 甚至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 原来爱因斯坦也是说过吧 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 是武器作战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知道是什么 他意思是可能会核武器或者原子弹 第四次世界大战的话 我相信肯定用石头和木头来打仗 因为什么都没有了最后人类只剩下一点点 最后又开始像原始社会一样的 用石头来木头和打仗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有时候生命非常容易受到各种危机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扶持阿难这些阎罗王把所有这些世间的众生的情况 记录得很清楚 如果众生不小和无力 毁坏三宝 毁坏就是亡城的 那么破坏戒律的话 那么阎罗法王一定会是根据这个罪的群众 就开始进行处置 所以他说我劝诸位有情 一定要在活着的时候也好 或者遇到这些时候 应该做功德 做经反 放生来远离所有的恶 不要遭受痛苦 这是当时九陀菩萨这样讲的 所以之意上九陀菩萨跟阿难存者的对话已经讲完了 下面是有十二种要叉大将 他当时也是在听在佛陀的聚会当中 当时这些要叉的话 什么关毕罗大将 八折罗大将 全是罗 后面都是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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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密之罗大将等等 总共有十二个大将 其实在佛光大词典里面有他们的每个要叉 他手上拿的兵器 这些都是讲的 还有藏传佛教的 佛藏的仪柜里面 都有他们的一些不同的形象 总共十二道要叉大将 一个个都有七千个眷属 总共有八万四千的半 他们同时在佛陀面前这样说到的 因为当时十二道要叉一直在听着 他是非人 他的形象比较现在的有些护法神一样 不像天人 也不像我们其他的旁生 地狱 或者说人的面相 有各种不同的摇叉相 那么他们说是 师尊啊 我们今天依靠佛的威德里 听了七位如来的名号 亲为们 所以对所有的这些恶趣没有什么部位了 现在已经很高兴了 不会堕入恶趣了 很开心了 那么我们开始水泥 大家共同心理 乃至有生之量当中的话 我们会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圣 赞文当中有这三个分开的 然后我们发愿何但一切有情为利益他们 饶一案 当时十二道妖叉就这样的 所以我们《药四经》的仪轨里面 都有他们的念诵和供法 那么他们说是 任何一个城镇 或者是存落 或者空间的地方 如果有《药四经》的流通 如果有《药四经》这样的读诵 或者欺负如来的供养者的话 我们一定会保护他 让这些所有的远离一切恶难和痛苦 满足一切所缘 这下面的一段也是只有汉文当中 赞文里面没有 上面的这一段我觉得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意思就是说我们《药四经》受持的人 或者是《药四经》放在任何一个村落和任何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村落有很多护法神来保护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放在自己家里 不放在自己的佛堂里面 随身也是带着的话 这就是真正的护法神 《药四经》自己开车的话 也是放在这个车上面 现在有很多不信仰佛教的人都是放专经论 放这个有些佛教徒车里面特别干净太干净了 我觉得什么都没有放 好像一点信仰都没有一样 有些车里面太复杂了 乱乱的好像是进了老鼠窝一样的 有点 下面就是说或者有些人想得到解脱 读《药四经》 读《药四经》的话 那么用五色的线来做金刚 相当于也是做戒子 然后写上十二道要叉的名字 然后打上戒 你的信愿完了以后你可以把它解开 这是汉地有 汉地有这种仪轨和方法比较多的 十二个大戒 比如说某某人要病好的话 这个戒放在佛堂里面 念七天的《药四经》 然后觉得各方面随缘出来了 这个违缘消出来了以后 那些戒全部松开 当然有很多专家和一些各个地方 有不同的说法吧 但实际上就是你自己所需要的 就是要想办什么事情 想做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完了以后 做这个线 就是五色的线做这样 五色的话一般 无方佛的颜色比较重要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 只是一般据说汤米当中也有这样的 那么汤米当中也有这样的做法 然后这个时候世尊赞叹所有的这些药叉大将 就是说是善哉善哉大药叉们 你们真正的欺负如来的这种 你们概念欺负如来的恩德 应该长期的这样利益众生 因为他们在佛陀面前已经发了愿了 那么你们应该发愿长期的利益众生 佛陀善哉善哉认可了 一个是他的间接的含义当中 一个是刚才九陀菩萨和阿难尊者的整个对话 佛陀也是默认 他们这样的说法是合理的 第二个十二个要刹大将 他们承诺从此之后 凡是受这个经典的人我们要保护他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 你看有这么多的眷属 有这么多的非人一起的 所以我自己经常也觉得 这个书放在哪里的话 我都不用什么怕 除了一些定义 我前世的一些实在是不可转的 这些我可能没办法的 其他我也不用怕 有很多护法神 有很多天神也是来保护 这一点完全相信 这样的话我们以后发本也好 如果实在发本没有的话 你们也可以在电脑上打印 把汉文的发本也完全是一样的 这个已经大事的话 他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么一个大成就者 那么这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些智慧比较缺少的天子 他这样想的 那么这么多的恒合杀手的佛陀 听了他们的名字 然后得到了如此的功德的话 能可能吗 这样想的 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信念 然后马上入定一个 召唤一切如来的一个甚深的禅定当中 当他入定以后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六次震动 华语降下 然后所有的天象也出现 那么七位如来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七个如来 这个时候在他们的国土当中也是有这样的相照 最后各自都是来到了娑婆世界 然后跟释迦牟尼佛问安 那么世尊以他们的本愿力 不是 这些佛陀的话 这个时候各位世尊以他们各自的本愿力 各自坐在自己的四字宝座上 还有诸位菩萨 天龙宝布 人非人 国王 大臣 然后宫中嫔妃 还有大臣 婆罗门等等 他们围绕 本来释迦牟尼佛说法的现场是非常隆重的 当时亲自欺负如来 依靠神通 当然有些是天人可能看到的 因为这个是天子在心里面想的 有些可能没有福报的众生 他不一定看得到的 有些是佛陀的现象 包括我们邀请一些 迎请一些诸佛如来 护法神 这样的话我们一般业力深重的如愿 就不一定看得到的 但实际上当时佛陀这样的加持力 很多如来全部出现了 出现的时候周围天真看见以后非常的稀有 他们的怀疑全部都没有了 刚才他们有点怀疑 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非常赞叹 善在释迦牟尼佛 你真的饶益我们 遣除了我们的疑惑 如来都全部来到这里 那么这个时候大众以各自不同的能力 开始供养花 银螺以及天人的乐器 供养其中如来 然后又绕欺诈 词文里面说的是善绕 就是有绕善渣 那么合掌经历 并且赞叹稀有稀有 诸日来的甚深境界不可思议 那么由他们的善巧方便 现前如是非常稀有的不同 这个时候各自所有的众生都在七为如来面前进行发愿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大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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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